据媒体报道,5月3日上午,已公认吸毒的朴友天被正式从警方移送到检方,将会接受司法处罚。 随后有记者去朴友天的家中访问其亲友,对方爆料称她用头撞墙并说自己没有吸毒。 该亲友还称黄河纳是会耍手段的女人,她曾趁朴友天睡觉时拍了她的裸照, 然后拿裸照威胁朴友天,说5分钟不去找她便会将裸照散步。 非法娱乐实时报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